受風箱有一位女駕駛日前行進大學路二段 左邊突然闖出了一輛要轉彎的休旅車 為了閃避她緊急往右切 驚險閃過不過下一秒卻失控撞到路邊一輛轎車 含六輛機車 所幸沒有迫起到其他人 而這個女駕駛也只有擦錯傷 小轎車行進路口對向車未經查看 直接左轉跨越車道 為了閃避對向車轎車失控 撞上停在路邊的車子 造勢現場一片狼藉被撞飛的汽機車零件散落一地 花蓮受風箱大學路二段 6月30號上午8點多 一輛轎車行進閃黃燈路口 根本沒有查看路況就直接左轉 導致對向車為了閃避左轉車 失控撞上停在路旁的一輛轎車跟六部機車 兩車會碰撞 趙女會閃避秋信男子車輛 插撞路邊洗火停放之一部自小客車 及六部普重機車 造成趙女身體多處差錯傷送門諾醫院治療 雙方九車直接為零 被撞的轎車掉離現場 趙氏的趙姓女駕駛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警方指出雖然路口兩輛車沒有發生碰撞 不過秋信男子駕駛的左轉車 在路口沒有停等查看 才導致這起車禍事故 因此秋信男子還是要負趙氏責任 至於詳細的造勢原因及後續賠償責任歸屬 還要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 綜合報導 綜合點 音ummy 以前是較盛的 導賞 歌曲 方法 爭 即使 版